大家好,我是谢南 还是有点紧张的 今天的主题呢是退网吧 我累了 其实我还挺喜欢上网冲浪的 网上的一些套路呢 也略知一二 比如说热搜难听 那就是流量明星又发新歌了 很懂啊你们 难看就是流量明星的拍新戏了 但是像脱口秀大会呢 就不可能出现像难看这样的热搜 如果出现难看 那肯定是拍到了流量明星徐志胜 对不起志胜 我是你的言本 我们经常说自己要退网 但其实这事挺难的 因为我们对网络都非常的依赖 像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啊 他们都很喜欢在网上搜自己 吴京也会 没想到吧 浓眉大眼的也干这事 而且前几年的时候呢 他不知道说你搜啥呀 大数据就会给你推送啥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媳妇儿糟了 为什么各大网络平台上全是我一个人的新闻 咱们生活一定要低调一点 我说大哥 你是不是又搜你自己了 你搜吴京 那当然出来的全是吴京啊 他说 嗯 没有啊 我也搜 战狼 百亿影帝 全世界最野门的人 我呢 在网上也很喜欢用吴京的表情包 好用 用过的都说好 别人加我微信的时候呢 打招呼就是吴京的表情包 我就刷回他一个 他又发我一个 我们两个人就莫名其妙斗上图了 而且我还没斗过 我这个好胜心一下就上来了 我就叫说 吴京来 现拍 给我来一个吴京打采 给我来一个 给我来一个 津津有味 还有一个什么 受宠若惊 但是 感觉啊 就差那么点意思 哦 对了 去把那套小绿运动服 给我换上 我在网上呢 也很喜欢科CP 像智盛啊 跟广志的广岛之恋 就非常的让人上头 吴京的CP呢 我也磕 他跟段一红啊 天天在微博上 死鬼来死鬼去的 一点都不背着我 而且他知道 我关注了他俩 所以吴京就跟我说 哎 就是闹着玩啊 假的 我说不行 你跟我可以是假的 你跟他必须是真的 现在有很多网友呢 也大家也喜欢上网去考古 是吧 也有人会考古我们俩之前的节目 这个节目呢 其实平时我们俩也会看 尤其是吵架的时候 吴京就会给我看一些 以前一起上节目的甜蜜的cut 然后说 哎 你看你看你看 以前啊 我气你 你一会儿就好了 现在我一点没变呀 还是那么气人 你怎么就越来越不扛气了呢 有的时候我想啊 大家之所以考古 可能是因为 现在的明星微博 是越来没有意思了 没有什么人去 真实地分享自己的生活 点进去呢 看到的只有大家发的广告 感觉他们发微博 就只是为了完成工作 哎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 粉丝管明星发微博 叫营业 那微博不就是一个营业大厅吗 怪不得有那么多的流量 流量了 大家都知道 来得快去得也快 经常就是 月初还有 月末就没了 不好意思 至少我就冒犯了你 当然也有人会说 谢南 你自己的微博就很有意思吗 我小号可有意思 我现在都用小号刷微博 很方便啊 我想关注什么就关注什么 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之前呢 我就在脱口秀大会 官微的下面发过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谢南特别适合脱口秀大会吗 现在大家都说要退网啊 但其实没有几个人 能够真正做到 我们会有这个想法 可能就是因为 网上总有人杠来杠去 就喜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这样的人才应该退网 最后 希望我们都能好好说话 争吵少一点 表情包多一点 小绿运动服务 永远给你带来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谢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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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